哥 这不是我上班的那条路 我这马上就要迟到了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刚才不是说开不加迪威龙 在路上太堵车吗 老哥现在就带你去买架飞机 以后你上下班就开飞机就行 老哥 我以为你刚才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你现在就要带我买飞机 实在是太让我意外了 不过老哥 就算你要带我买飞机 最起码也要让我先去公司请个假吧 要不然公司又该扣我钱了 哦 忘记跟你说 刚才我已经通知小七 把你所在的那家大胜着要全资收购下来了 一会咱们买完飞机之后 咱们就过去签的字 以后这家公司就是你的了 我让小七在这家公司给安排了个全能主管 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不想去的话就陪陪我送送外卖 看看书 钓钓鱼 陶冶 下情操就行了 老哥 你真是不说话则已 一说话就是王炸 原来我还在公司里打工 现在公司都是我的了 我说 老哥你这是让我提前几十年 过上了退休生活呀 老哥谢谢你 我是你老哥 你是我老妹 谢什么谢 坐稳了老哥要加速了 小电驴飞行模式起刀 老哥 你这小电驴比飞机还快呢 要不你把这个小电驴送给我吧 你买一架飞机送外卖 我告诉你叶小葵 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唯独不要打我小电驴的主意 我们可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患难 一起走过来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跟他分开 真小气 还谁都不能把你们分开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是情侣呢 老哥 你不给我这一辆也可以 不过你要给我整一辆跟你这车一样的 这总行了吧 这车是系统送的 全世界就这么一辆 我从哪里再给你整一台一样的呀 这老妹真不让我省心 还是先稳住它 以后再说吧 老妹咱们先买飞机 小电驴的事情 以后再说 外卖小哥 我们这里是航空重地 闲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如果是送外卖的话 外卖给我就请离开 小哥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送外卖的 我今天来这里是要给我妹妹买飞机的 所以还请让我们过一下 外卖小哥 别开玩笑了 我们也不是看不起你 就算你送外卖一个月能挣两万块钱 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年也才能存不到一百万 我们这里最便宜的飞机也要一个亿 按照你挣钱的速度 到一千岁的时候 你再过来买飞机吧 所以现在还请离开吧 千年王八万年别 我说老哥 如果你真的能活一千年的话 那岂不成王八了 我是王八 你是什么 小哥 我真是来带我妹妹买飞机的 今天只不过是时间有点匆忙 没来得及换衣服而已 其实送外卖只是我的副业而已 我真是身份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我很有钱的 这外卖小哥来这里之前 是吃了多少药啊 竟然都开始说胡话了 你说 咱们要不要帮他打个急救电话 我看着外卖小哥生龙活虎的 不像有事的样子 应该是昨天没睡醒 现在还以为是在梦里呢 只要不影响咱们得工作 他爱在这里待着就让他在这里待着吧 丁 发布装13任务 现在开始 宿主装一次13资金翻倍一次 最高上限可达到99位数 如宿主一天之内没有装一次13将扣除 宿主全部财产 并将宿主免发 请宿主尽快完成一次装13任务 我擦 这次系统是要干什么 装13这是我的强项啊 今天必须要把资金打满 就从先打这两个保安的脸开始吧 老哥 人家也不让咱们进去 要不然咱们还是走吧 等以后有机会再来买 不行 我夜13要买飞机 结果连门都进不去 这要是传出去 以后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怎么相信我 今天我不仅要买飞机 还要把这里的飞机全都买走 让他们看不起我 夜13 你说你叫夜13 真有意思 居然还敢冒充神豪夜13 这也就13先生 他真人没在这 要不然看13先生怎么收拾你 是啊是啊 外卖小哥 我劝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这也就是我们两个听见了 要是被有心人听见你冒充神豪夜13的话 以后你想在这个天和室混下去都是难事了 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你们知道夜13 13先生可是咱们华谷的神豪 别说我们了 就算是三岁小孩子都是知道13先生 他的哪一件事不是做得轰轰烈烈的 那次打脸不是打得啪啪响 他可是我的偶像啊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跟他握个手 不 哪怕是跟他见一面 这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崇拜13先生 他又怎么啪啪打脸打得响了 还说自己是13先生 居然连13先生的事迹都不知道 今天我就们哥俩 就好好给你科普一下13先生的事迹 前段时间13先生的同学在银行取不出来钱 然后13先生直接就把银行整倒闭了 自己接手银行 还有那次 对对 还有 还有 很多其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就把你拉群里 这些人都是13先生的粉丝 13先生的一举一动 我们这些人都关注着呢 可是13先生的事情 你们知道那么清楚 一举一动你们都关注 那现在13先生本人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还当着他不让他进去 这就是对他的尊敬吗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装13先生吗 怎么还是死性不敢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装13先生 我们哥俩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就是夜13 如假抱患 嗯 你说你是13先生 你拿什么证明 这是我的身份证 这是驾驶证 这是摩托车证 这是护照 这下总能证明我是夜13了吧 时 时时 13先生 真的是13先生 没想到我今天居然见到真人 妈妈啊 你儿子我出去了 是啊 是啊 今天我居然见到13先生了 这个牛逼足够我传三代了 叮 恭喜宿主装13成功 宿主资金由33位数 加倍成66位数 请宿主再接再厉 这就66位数了 真是太爽了 我说你们那么了解我哥 难道就没有见过我哥的照片吗 他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你们都没认出来 说是实在的 我们只是知道13先生 根本没有见过13先生的照片 而且网上只要一旦出现13先生的照片 马上就会被格式掉 我根本不知道13先生长什么样子 所以13先生还请不要生我们两个的气 我现在已经证明身份了 现在有资格进去了吗 有 当然有 如果13先生没资格进去的话 恐怕华国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去了 不过 13先生在进去之前能跟你握个手吗 这两个人的手劲真大 要不是你拉着我离开的话 我的手就被他们两个给我废了 哥 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多的小谜底 你在华国开演唱会的话绝对赚翻 老哥 你开演唱会之前 一定要多给我点签名照 到时候你在上面 唱我在下面卖你的签名照 咱们合作一定能挣很多钱 格局 把你的格局打开 老妹啊 以你老哥的知名度 怎么只在华国开 咱们要全球巡演 因为我决定要把这里所有的飞机都拿下来 今天居然见到了13世豪 还跟他握手了 真是祖坟冒情眼了 现在就发个朋友圈 让那些13先生的粉丝 好好羡慕羡慕 二愣子 刚才13先生不是说了吗 低调要低调 如果你发个朋友圈的话 那岂不是告诉所有人 13先生现在在我们航空公司吗 到时候 13先生的那些粉丝们前赴后继的全来了 打扰了13先生的情景 惹得13先生生气肯定不会有你好果子吃的 没错 没错 13先生是喜欢低调的人 刚才还交代我们不要暴露他的身份 如果真的因为我打扰了13先生 我祖坟估计真要冒情眼了 还好你提醒了我 张先生 这就是你们华国的安保系统吗 实在是太差劲了 还不如我们漂亮果养的狗呢 我劝你还是赶紧换鞋有质量的 要不然哪天晚上 你店里的飞机全部被偷走了 也没人知道 我说你们两个上班不好好 上在这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还能不能干了 不能干就赶紧给我滚蛋 如果是因为你们两个 让奥巴牛失去对咱们公司直升机的购买兴趣 让合作不能往下进行的话 老子一定宰了你们两个 奥巴牛王爵 咱们还是进去看直升机吧 没必要理会他们这些下等人 那个奥巴牛居然说 我们是狗 实在是太可恨了 还有那个张经理 见到外国人 恨不得像条狗似的跪舔上去 老子如果那天不在这里上班了 非要好好给他几个大笔 都接接气不行 算了 那个奥巴牛可是奥巴巴的亲儿子 人家是王爵有钱的很 听说这次要从咱们公司一次性 购买五架直升机呢 张经理为了业绩跪舔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拿下这笔订单 他能获得几百万的提成呢 哎 同样是有钱人 你说他们跟十三先生差别 怎么就这么大呢 十三先生也是来买飞机的 你说他们会不会买同样的飞机 然后这个奥巴牛 都被十三先生爬爬打脸呢 小葵 这里的飞机 你看看喜欢哪一台 咱们今天就开走 哥 咱们两个都没有飞机驾驶证 怎么开啊 难道你想推着回去吗 那还不把咱们两个给累死 谁说你哥 我没有飞行员执照的 今天就给你开开眼界 当当当 特级飞行员夜十三 随时在线 为尊贵的夜小葵小姐服务 哥 你真有飞行员执照 真是太帅了 先生小姐 我是这里的服务员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你们的吗 哦我想给我妹妹买一架飞机 她就是上下班开 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穿着外卖服 就要给妹妹买飞机上下班用 她不会是找的小情人 来我们店里装十三的吧 可是如果她真的是有钱的主的话 我售出去一架飞机 就有好几十万的提成呢 先好好招待 看看情况再说 先生 最后排的那一架怎么样 这家直升机 不管是颜色 还是玛丽我想 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小葵 怎么样 能看得上吗 我看挺好的 要不然就这一架好了 反正就是为了上下班不堵车而已 哪架都无所谓 张经理 我说你们这么重要的航空中的 怎么会有送外卖的在这里 从进门到现在 你们公司给我的感觉 就是不安全 不靠谱 这样我怎么放心跟你们合作 奥巴牛先生 这都是失误 我现在就把这个臭送外卖的赶出去 请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臭送外卖的 我不管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打了什么主意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张经理 这位先生是来买飞机的 而且已经选定了飞机型号 与规格就差付款了 他一个送外卖的要来买飞机 这你也相信 我看你是干销售干傻了吧 你知不知道 他的出现已经让奥巴牛先生特别生气 如果因为这个送外卖的破坏了我们的合作 咱们公司最少要损失三四个人 所以现在 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 就跟这个臭送外卖的一起滚出去 他是来买飞机的 我也是来买飞机的 他一生气我就要滚出去 凭什么 难道只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吗 就凭我有钱 就凭我是奥巴巴的亲儿子 我随便说句话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像你这样的瞎等人 就不配跟我出现在一个画面中 现在滚蛋的话 我可以饶你这一条狗命 但如果你再敢站在这里的话 我保证你活不过今天晚上 刚想着 找不到装饰三的地方呢 你就凑上来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我的银行卡 是99位数的藏者 想想 真激动 外国人 我今天不仅不会离开这里 我还会让你一架飞机 也买不成 真是有意思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看不上不买的东西 还从来没出现过 我买不成的东西 臭松外卖的 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倒是说说 你要让我怎么买不成飞机 因为我决定要把这里 所有的飞机都买下来 臭松外卖的 你还真是能装十三啊 还要把我们这里 所有的飞机都买下来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里的客机 加上直升机 有50多台 按照均价一个亿来算的话 这里的飞机 最少也要50多亿 你一个臭松外卖的 说要全买了 那不是开玩笑吗 好了 闹也闹过了 赶紧滚吧 要不然奥巴牛先生 真的该生气了 这些飞机 我说全要了就一架 也不会留给他 算下多少钱 刷卡 我今天全部开在 黑卡 居然是黑卡 没想到这个外卖小哥 居然有黑卡 只有存款过亿的用处 才有资格拥有这张卡 难道这个外卖小哥 真的能把这里的飞机 全买下来不成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些提成算在我头上 那可是好几百万呢 哼 一张黑卡而已 有什么可炫耀的 都买一架飞机而已 如果我都能买下来呢 如果你都能买下来的话 我归在地上 给你磕头叫耶耶 你这样的外卖孙子 我可不要 这样吧 如果我卡里的钱 能买下这里 所有的飞机的话 你就从太平洋 又回你们漂亮国 怎么样 好 抽送外卖的 老子答应你 只要你能买下这里 所有的飞机 我就游回我的老家 并且以后绝对 不再来你们华国 小姐姐 算下多少钱 刷卡吧 先生 这里一共是52架飞机 总计63亿5420万 好 刷卡吧 刷卡成功 你已消费63亿5420万 真的刷卡成功了 这个送外卖的 居然真的一下子 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刚才我那样说他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完了 完了 钉 恭喜宿主完成装13任务 资金再次翻倍 资金翻倍之后 超过本次任务最大限额 所以按照最大限额99位数 结算 已存入宿主银行卡中 请宿主注意查看 真爽 99位数 这估计是银行卡 能承受最大的极限了吧 我说 那位奥巴拉巴先生 我已经把这里的所有飞机 都买下来了 现在 你该邮回你们 漂亮国了吧 对了 走的时候 记得把你这个狗腿子 一块带走 毕竟他那么拥戴你们这些外部了